字幕提供 好, 欢迎大家来到A1解冠 今天我们来到哪区? 葵聪 葵聪 大家好 西阮村 今天Alex落水南放假天 因为中秋团圆 8月15日正日 做孝顺仔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也孝顺的 做完节目就没有孝顺 他更加孝順 一早就孝順了 我知道你心地好 讚賞人 但也不用猜自己 沒有矽化自己 好 今天就有兩單頭版 我覺得應該說的 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 上面那宗新聞 就是講若容案 有判決 下面那宗新聞 就是有一個 星期初有一個尋親記 講了有對母女 失散了52年 之前因為太窮了 媽媽就送了女兒給人 然後對方就說 你一定不會去找她 最後 昨天大家 不僅認個月 還認回媽媽 認回女兒 成為了大新聞 有趣的地方 是為何我放在一起 一宗所有人都是壞人 另外一宗 全部都是好人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你不要說香港的媒體 一年總有一兩單 平均大概 365日的新聞 總有兩單 最多三單 一定是一單 好到不得了的新聞 譬如去年 我記得 是說氣功捐贈 有一天 很多報紙頭版 系列都是 都是說氣功捐贈 今天這一單 阿丁蘭就是一個女兒 然後 找回媽媽 她媽媽看到她 當然是哭了 因為找了她很多年 亦是她的弟父 見到免費報紙 四日報有這單新聞的時候 通知她媽媽 她媽媽叫吳二 吳二就找回丁蘭 這單新聞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好人 沒錯 包括看的都是好人 我們今早看的都是好人 為何我說每個人都是好人 首先我們說回那個女兒 那個女兒 她是等到她的養母都不起 離開了 然後她才去找回親生媽媽 這個其實是說她一直都想找回親生媽媽 不過內心一一又不想 始終 新娘不及養娘帶 顧及另一邊感受 不想感受養母 所以她也照顧到最後一刻 完全照顧她心理狀態 沒有只餘養她的養母 所以找到養母的時候 其實都反映到丁蘭的那種孝心 向兩邊媽媽都很有孝心 那個媽媽也是 這個很容易理解 天下父母心 每個媽媽都掛著親生 這個一定是好人 她的弟父很厲害 你見到作為一個免費報紙的讀者 她原本不是看這單新聞 她是看另一單新聞 她是看一單什麼新聞 她是看之前明哥 派飯 派飯那單新聞 看那單新聞的時候 順便立了另外一單新聞 所以你看到香港人 其實都是會看很多不同的新聞 所以她的弟父也是一個好人 不僅如此 我覺得整件事最重要 其實大家要留意 紅十字會有一個服務 我幫她宣傳了很多年 紅十字會除了捐血救人之外 其實她還有很多服務做 譬如相關的 他們有儲低持帶血 不僅是那一間做的 其實他們有儲持帶血 但還有一件事 真的跟血沒有關係 就是跟血脈有關係 其實她有一個尋親服務 很多很多人 連中很多人 透過紅十字會尋親服務 找回他們失散多年 所以看到紅十字會也是好人 所以這件事呢 全好 是的 每個人都好人 真的沒有壞人 找不到壞人 這件事是極端的 很少看到新聞 另外一件事也極端 虐待印容案 官就判了 重判 官說得明白 官說為何要重判呢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影衰香港 是 為何要重判呢 衰到這樣 衰到這樣 衰到 香港之恥 香港之恥 這個我們說 他還沒說到這個字 官不是這樣說 但他意思… 影衰香港 他意思就是破壞香港營造 是… 官沒有我們這麼粗糙 是… 你明白嗎? 立即做壞人 一說得好的失敗 你剛才有光環的 太陽也會更光 現在我們一說 連官都粗皮脈 我都不確定 我都不說錯 法官大人 對不起 是… 重點就是 官重判 若代愛蓉的太太 若代愛蓉的太太 五年半 她丈夫三年零三個月 而且那個太太 要即時收監 那官除了他們這樣做毫無人性 總之非常不能接受之外 其實他提到的一點就是 你影衰香港 是… 因為你外容 很多外容會看到這宗新聞 是… 畢竟這一宗其實都牽涉到 印尼官方單位 去幫這個人引用出席 但有趣的地方 就是官除了罵 虐代人那兩個之外 事主他都有… 受害人 是的… 印容他也罵得很深 是的…他經常說他的公辭 又誇張失殺 因為其中有一次 就說他五天裡面 在家裡缺水缺糧 但他又繼續有氣有力去做家務 那角官就質疑 為何你缺水缺糧 還有氣力去做家務呢? 照計五天不吃東西 你也很虛脫 那這個其中一個 他覺得你那些口供有志 有些奇奇怪怪 而且又說 就是… 穿得很暴露地做家務 穿膠袋 穿著膠袋 穿著膠袋 打掃 變成他就質疑了 究竟那個女的犯人 會不會容許自己的丈夫 這樣去做呢? 因為始終你也會有少少妒忌的 沒有理由自己的老公去看著他 印容在那裡赤裸裸地做家務 他又在那裡幫忙嗎? 所以法官也有少少對 那位受害人 都覺得他有點怪怪的 但是因為… 所以第二天上天領說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壞人 壞人 就是那個印容 為了要能夠挫入他兩個老闆 誇大了 誇到離譜 但是官說 就算他這麼誇 也有趣的 就算他這麼誇 剔除了那些我沒有可能相信的東西 剩下那些也很離譜 因為身上有很多傷痕 譬如說烏斗辣他那些 就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 另外就是… 背脊的傷痕 對 不可能是自己打到自己 所以始終都是判他告得入 即是你撇除了有疑點的東西 那些一定是你做的 他就根據那樣去判 如果他完全沒有疑點 我想不只判這個 可能更重一點 不只判3年的傷害員 就可能判得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連領事館那邊也有些問題 因為記者問領事館的時候 領事館說他不會告訴你 那個印容究竟是回到印尼 還是在香港工作 他也不透露這一點 我是沒有辦法明白的 他這樣說是不是 其實印容現在在香港某個角落 其實已經在面試中 做了禮物工 準備上班 我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印容經歷了這麼痛苦的經歷 還要上完堂上完庭 他再留在香港 他的心理質素還可以 好好服務香港人的僱主呢 其實我有懷疑 當然你說 你不可以這樣說 我只是有懷疑 我沒有說他一定不可以 但會不會對他有一些心理上的創傷 其實都應該檢查一下 不一定有 但可能有的時候 其實都要顧慮這方面的感受 所以這宗新聞 每個都是壞人 每個都是壞人 所以 幾好啊 中秋有一份全好 有一份全壞 大家選擇 喜歡看哪份就看哪份 我想最重要的是 團圓的一個日子 大家要記住 其實人有悲歡離合 越有陰情圓缺 當一年裏面 個月最緣的時候 其實都是可以想想 就算是最艱苦的日子 都總會有越緣的時間 反過來 你現在很相信 越緣的時候 都要想想 總會有越缺的日子 這兩宗新聞 全緣和全壞 希望可以給你多些啓示